戴上新的防护面罩 护理人员直说真的帮大忙 在疫情升温下 为了帮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 金融市员同志委 号召市长秘书陈君佐 共同捐赠三种金融分院 及卫福部金融医院防护面罩 希望协助基层医护做好个人防护 我们在这个疫情艰困的时刻 那我们医护都在我们的这个第一线 然后他们也没有选择我们战场的权利 那不管怎么样都权利的 在面对我们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三种有跟我提出来说 需要防护面罩 那我们就赶快跟这个市长的秘书 负责信义区的秘书陈君佐来联络 那他也很热心的赶快帮我们签了线 那感谢厂商跟君佐秘书 这样热心的公益提供我们这个防护面罩 来给我们三军总医院 即使生意受到疫情影响减少一大半 这家在市区的肉羹店业者 还是主动响应各捐一百碗肉羹汤给医护人员 透过美味的餐点 慰绕医护人员辛劳 我们老板知道疫情以后 就很想要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后来得知同意员他也想要来这边捐面罩 就想说加入这个团队 然后一起挺医护人员 就想说带了店里面的招牌 带筋肉跟汤一起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对于各界实际行动力挺 医院方面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同意员 还有我们市长的秘书 陈秘书 给我们这个物资上的一个协助 那面罩对于我们在执行我们医疗业务 特别是这个新冠肺炎 当中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大的保护 那也谢谢我们基隆在地的店家 给我们这个医疗人员 一些食物商的这个捐助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温暖的鼓励 另外基隆著名企业家白又云总裁 也共襄盛举捐赠十万元现金 给三种基隆分院 协助添购相关防疫物资 也呼吁大家一起做医护后盾 共同对抗新冠疫情的威胁 医护加油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